这部名为《仙女传奇的小说》是对一部已问世的小说 无数仙女的故事的一种奇特的置换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马可波罗和忽必烈 且情节也完全相同 都是根据数字十二的魔方图的数学原则来进行构造的 另一方面 从其百科的部分来说 小说《仙女传奇》真实地在线了丝绸之路的各站 并因此也成为了科罗地亚和大量其他国家 以及丝绸之路沿途各站的文化名片 主人公马可波罗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全球旅行家和古代探险家 通过与他产生共鸣 读者将会被完全吸引进这部交互式的图书玩具 这部书可以使很多潜在的顺序和不同的阅读方式变为现实 文章内容的交互性甚至可以使通过智能设备进行阅读成为可能 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直接登录到一个包含马可波罗形成各关键点的特殊信息网站 进行参考阅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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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